4月28日,在Berset 3.0大集会一周年之际,50多人响应反对和平集会法创意集会小组的号召,在市中心进行快闪游行, 纪念428亿周年,并呼吁人们参与大选投票。 创意集会小组成员活动召集人彭思惠说,因为正值大选期间,今天的活动只是临时召集,并没有做大规模宣传。 因此,对参加人数并没有很高的期待,但是快闪游行不仅仅在428纪念日举行。 不停的在这就是我们一份活动叫上午间,我们会去夜市,会去菜市,然后也是会去那些候选人他们演讲的地方,就是会拍拳单,然后我们就会拿这些招式号,就是提醒大家出来的表演。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大概三个星期到一天了。 参与者陈永觉表示,马来西亚的选举需要更干净,国家的未来应该由马来西亚人自己做主。 希望大家努力一点,然后在这一次的505当中推翻我们的国政政府,让我们的未来五年不是活在恐慌当中,不是活在视频当中,而是活在一个美好的马来西亚。 Bose发起人之一,社会运动人士黄敬发也到场支持,他认为428让马来西亚人变得更勇敢。 那种感觉就是你发现马来西亚人变得非常勇敢,然后他们把政治看成几乎是一个嘉年华。 在磁场街,就是所谓的台湾街的时候,你看到时刻坐在那个餐馆路旁,然后就在那边喊口号,摇起呐喊,然后经过了几次就想弃体。 这个感觉就是大家摆脱了对政治的恐惧。 黄敬发表示,竞选期间,竞选盟会将会举行4个活动,来督促选举公平。 一个就是回家投票,我们希望说把投票率拉到尽量高,最好能够到100%。 我们招揽了一些公民参加我们的那个选选活动,我们推出的反对政治暴力的运动。 第四,我们同时推出这个选举行为准值。 黄敬发预测,若大选公平干净,5月5日必定换政府。 黄敬发预测,若大选公平干净,5月5日必定换政府。 黄敬发预测,若大选公平干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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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敬发预测,若大选公平干净。